第四季第十集 換句TV第二節 第二四季第十集 我們稍微移動一下 Vicky多了一點 移動一下 Felix 剛剛弄了一點 對於畫面的要求是非常重視 好 繼續 今集要講的 就是這個KUGA的泰坦方 一貫的BOX ART 完全沒有任何特別 起碼不會像一個大頭相 主體 後面就是一堆造型手 還有工具 事不延遲 因為今天介紹比較多 就開了它 先開它 有沒有看泰坦出場那幾集 有 但已經忘記了 二十多年前 已經很久了 二十三四年前 已經這麼久了 通常都有一句 你看換他TV 最習慣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群主持 全球爆冷 不會做這個 搜尋的 不會玩一件事 怎麼玩 所以 連這個膠紙都還沒有拆 對 沒錯 可以看到有什麼褲子 有什麼褲子 還有 最精彩的褲子和褲子 剛才已經發生了 沒錯 好多 另外也想說 其實大家上這個 互蜜TV 都看到有一個 叫做會員制 會員那裡 我都忘記了 應該沒有記錯 你忘記錯 不是 不是 忘記了有幾多款會員 應該有三款會員 金章銀章 我們這次終於為了會員 拍了一條很精彩的影片 很精彩的影片 很精彩的影片 都是那句 如果本身已經參加成為會員 可以到會員專區 將會有一題 其實都是那句 我個人很討人說髒話 但其實在這個開始之前 我就為了準備一頭 即是一陣將會介紹的 New Gundam 都有很多 心底的說話 很精癩的留言 是一陣 簡而精 做不到 或者表達不到 其實如果想大家 正確地了解 其實這件產品的質素 和我對於這件產品的評價 就可以看會員專區 解釋完 多說一句 小心點 家長指引 家長指引 小朋友在這裏 盡量不要看 這個是會員專區 肯定是黃標 所以不要講到的 應該可以放心 好了 看看泰坦 謝謝 謝謝 不用拍照我 濃厚的胸肌 拍一隻泰坦 好看 本身有玩真骨雕 都不會覺得陌生 之餘 其實都頗利 真的頗利 看得多現在的設計 反而看這個 不要慣 好像很簡約 很簡約 主體的一件甲 就算 泰坦坊 第十集初出場 主要都是在力量和防禦力方面有飛躍的提升 他初出場是拿的 是拿棍子 還是什麼 變把劍 電單車 手臂 對 電單車手臂 接著槍就變那個弓 對 那就可以 close up 拍 巨劍 坦白說 劍靚 靚的 只是說把劍 劍靚 focus到嗎 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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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每一隻顏色 深藍 紫 金 銀 他的肩膀是淺紫色來的 是啊 還有你留意 本身 這個劍印這個 是啊 泰坦那顆寶石是用了透明件的 這麼厲害 是的 所以變成裡面 油了銀色底 整件事都很漂亮 是啊 這把劍很高 當然了 說明書 我是要看一看的 因為我是要看一看的 我是要看一看的 哈哈 這個應該要拔出來換 不如 Ricky試試一些可動 可以了 哦 用換件的方法 去重現這個 伸長 伸長 伸長的形態 咦 中間是透明的 是 空心 因為初初是這樣移動出來 實在是 哦 咦 我見他出這個配件 我有些覺得他會出人間看的感覺 不奇怪 那麼 變成泰坦劍的工具 那個電單車的手柄都在這裡了 不浪費時間了 那 先動了這東西 反正是泰坦方 就不再麻煩你 換了一隻手 沒有 沒錯 不過呢 在劇中 一穿了這件鴿子之後 好像大隻了很多 但他這個當然 我也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他沒有特別就着身體去改任何東西 但你譬如說 早前的珍骨雕的Tiger 那個力量型 就是厚了 蓋在腰部 就是厚很多的 但那個力量型好像 價格就af少了 正常 大家台車過第一隻 etc 聽聞 聽聞 都是聽聞 是 已經有不少朋友 已經奪息了 所以 所以 變成了,Alphamax就贏了 但你不要說我衰,雖然那隻很跟著演員的身形 但如果就著玩具的美形,我覺得真的好像比較 不是的,超人 超人的粉絲只要追皮套樣 好,不用太擔心外觀 真骨雕它直租的地方,的確就是它的精彩外形 在兄弟瘋狂地打燈之下,就看到一些銀色 這隻身體的銀色,我是沒有花的 但是頭部有不少的日式,我不覺得這隻很複雜 但它真的可以做到有日式的 眼角,當然了,你真的在驗屍官搶牢後面 你是不是用T?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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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肩膀上有一個拉出色的球形關節 有一個ball joint 所以在這個可動來說完全是零影響 你看它可以上到這麼高 玩大一點 玩盡它 對,玩盡它就是這樣 當然,手腳、二重關節 是可以做到接近對摺的 腰 本身這裡多了一個套甲 當然其實沒什麼大關係 但是 它那個接駁位的球形關節在上肢和腰的位置 所以變了 玩大 可以見到它向前和向後的幅度 是非常之好的 如果它肯做一點腹肌就更加理想 腳根本都不會有任何障礙或者阻礙 所以變了在可動性來說 或者直接說是SHF來說 它的可動應該都是屬於最高等級的 對 為什麼會這樣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對,只有這件T 對 這件T太漂亮了 不好意思啊 大家focus在我這件T 雖然 其實你本身如果純粹說SHF甚至爭骨丁呢 做到這個大腿抹開的幅度應該Kuga會是最高的 嗯 無可靜 因為它本身的設計是人體的形態 所以變了 它一點東西都沒有 就是穿著一條緊身褲 是的 所以如果純粹說玩 不用擔心 這個真是無懈可擊的 好了 亦都 說多一點 本身 其實我不是想說股家 或者不是想說泰坦 即是 上次那集我們吹水 那個反應都不錯 所以我就想 藉著這個機會 都不再吹多一鍋 吹多一鍋是甚麼呢 吹甚麼呢 早前不是有某玩具店 有十幾箱東西 被人拿了 噢 就是 噢 是 那麼 那 怎樣決呢 當然就是因為已經進入這個司法程序了 所以變了我相信 都不可以特別開名這些路 但是 啊 補充一點點 在這裏都多謝這個行信玩具 去製造一隻 這個 New Gundam 給我們開箱 那這裏多謝 跟這件事無關的 完全大家不要聯想任何東西 好了 那我繼續說回那個 那個日事 其實本身在行裏面 我相信是常見的 Brian有錯請更正 送錯貨 送錯貨 這件事是會有發生的 但是我相信 一定都 都 你試過沒有 試過 試過 送多了來 或者送少了來 都有 那一般其實處理方法都是 就是 第一就找回運輸公司 了解回本身送的那件產品 其實送了去哪裏 送錯去哪裏 因為本身它那個件數是因為某一些情況更改過 更改的意思是可能本身十件比較鬆散的東西 我配合一包就變成一件 就是十件變成一件 在這個數目上會有些出入 但是在最後都是因為運輸公司送錯了去其他地方 而 亦都 好坦白說 這些是哪裏 即是沒有辦法 trance 到最後 48件的cougar 只是有12件可以叫做撈得回 當然 同行之間的聯繫 或者勸喻都聽不到 報稱 當然我不知道 堅定留 某玩具店還買了 夾買得那麼快 估計而已 真是估計而已 有錯就請更正 當然 在最後都是 報警 做甚麼好做 講就講不到 聽就勸勸 勸過 講就講過 不聽的 我都覺得是 擺在這個司法程序處理是最理想的 即是它 亦都沒有給到那個錢 你送錯貨 我給你12件 你有甚麼證據說 那三十多年在我身上 Anyway 究竟 日後的故事發展會是怎樣 或者會不會有其他 大家朋友 就著這類型的事件有甚麼分享 可以在下面繼續打這個Message 讓我們都知道多少少 男人身一字矛 好啦 稍後見啦 是 有師兄問 問華德哥看到Mastermind Rider 1號 現在要成2200, 心果他會不會入手? 啊? 看他喜歡, 應該不喜歡 他問我會不會入手, 還是... 德哥入了手, 我想他的意思是... 我以為是2200人入手, 是問我會不會入手, 還是建不建議他入手?